特行演员常银生涉嫌强奸书画爱好者一案拥有新进展 法晚记者上午获悉 二中院终审判决 认定常银生强奸未遂 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半 法院认定常银生犯罪未遂 细因其嫌弃受害人呕吐并非犯罪中止 此前北京天洗书画院的王某和冯某在案发后 因将被害女子所穿内裤扔掉 被二中院终审以帮助毁灭证据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被害女子丁女士称 当晚每人喝了约四两52度的白酒 晚上九点半 她到书院北侧屋内的洗手间 当时常银生和王某还在院子里喝酒 大约15分钟后 丁女士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常银生在卧室内 随后她被常银生推倒遭强暴 丁女士说她一直大喊救命 但是没人救她 之后常银生拿出手机不停拍照 事发后丁女士报警 二中院终审裁定 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半 宜文素地整理报道 特行演员常银生 涉嫌强奸书画爱好者一案拥有新进展 法晚记者上午获悉 二中院终审判决 认定常银生强奸未遂 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半 法院认定常银生犯罪未遂 细阴其嫌弃受害人呕吐 并非犯罪终止 此前 北京天洗书画院的王某和冯某 在案发后 因将被害女子所穿内裤扔掉 被二中院终审 以帮助毁灭证据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被害女子丁女士称 当晚 每人喝了约四两52度的白酒 晚上九点半 她到书院北侧屋内的洗手间 当时常银生和王某还在院子里喝酒 大约十五分钟后 丁女士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常银生在卧室内 随后 她被常银生推倒遭强暴 丁女士说 她一直大喊救命 但是没人救她 之后 常银生拿出手机不停拍照 事发后 丁女士报警 二中院终审裁定 以强奸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半 宜文素地整理报道